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大学比拼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比利时啤酒学府对营 鲁温大学PKA根特大学 2.非洲施厚学府较量 开普敦大学PKA约翰内斯堡大学 3.印度嘎里学弗拉对决 德里大学PKA孟买大学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比利时啤酒学府对营 鲁温大学PKA根特大学 啊,比利时,一个小国却拥有大名声的啤酒天堂 在这里,啤酒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它是文化,是传统,更是学问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两所比利时的学府 鲁温大学K.Luven和根特大学Gantt University 他们在啤酒学问上的对决 可是有助浓厚的学术,风味和一丝丝麦芽香的较量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鲁温大学 这所学府不仅历史悠久 而且与比利时最著名的啤酒品牌之一 斯特拉啤酒,斯特拉阿托 有着不解之缘 斯特拉啤酒的酿造厂就坐落在鲁温这座城市中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 鲁温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 可是有助专门的啤酒研究中心 学生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 从麦芽的选择到发酵过程的每一个细节 这里的学者们对啤酒的研究热情 就像比利时啤酒的泡沫一样 总是沸腾不息 转向根特大学 这里的故事也不逊色 根特大学的生物科技学院 同样对啤酒酿造拥有深厚的研究 他们专注于啤酒的微生物学 研究教母如何影响啤酒的风味和品质 根特的学者们对于啤酒的研究 就像是对待一门精细的艺术 他们将科学和创新融入传统酿造际术中 酿出了一批又一批令人惊艳的啤酒 当鲁温大学的学者们 自豪地展示他们的啤酒酿造际术时 根特大学的专家们也不甘示弱 他们会举办啤酒品鉴会 展示他们如何通过科学手段提升啤酒的品质 这场学府之间的对应 不仅仅是啤酒会那么简单 它是一场知识和传统的交流盛宴 想象一下 这两所大学的学者们坐在一起 一边品尝住对方酿造的啤酒 一边讨论住教母君珠的遗传学 或是争论住最佳的发酵温度 这不仅是一场啤酒的对决 更是智慧的碰撞 最后 不管是鲁温大学 还是根特大学 他们都代表住比利时啤酒文化的精髓 而这场学府队营 也许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某一方 而是那些能够享受到 这些学者们酿造的精品啤酒的我们 毕竟 在比利时 啤酒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它是一门学问 一段流传千年的历史 Cheers 或者用比利时的语言说 Sonte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非洲施吼学府较量 开普顿大学 PK约翰内斯堡大学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场 非洲大陆上的学术施吼对决 开普顿大学 UCT 与约翰内斯堡大学 UJ 的较量 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竞争 更是一场文化与精神的角力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两所学府的座右铭 开普顿大学 这位南非学术界的长者 自豪地宣称其座右铭为 Space Bonner 拉丁语中的好希望 而约翰内斯堡大学 则年轻气盛 扬言其座右铭 Service through Knowledge 通过知识服务 一个讲究传统与希望 一个强调创新语实践 这场较量已经不言而喻 开普顿大学 这位学术界的老狮子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崇高的学术地位 他就像是一位穿着学士服的绅士 端坐在桌旁 优雅地品着红酒 同时谈论着哲学和星辰 他的校园 就像是一幅画 坐落在壮丽的桌山脚下 每当诗吼之声响起 那是知识的呼唤 也是历史的回声 而约翰内斯堡大学 这位学术界的年轻雄师 则更像是一位 身穿牛仔裤的创业者 手持智能手机 随时准备住发起下一场革命 他位于南非的经济心脏 约翰内斯堡 这里的诗吼是创新的号角 是对未来的召唤 当开普顿大学的学者们 在古籍中旬找智慧的时候 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学子们 可能正在实验室里 研发下一代科技 开普顿大学的图书馆里 书香与海风交织 而约翰内斯堡大学的创新中心 则是咖啡与代码的混合香气 这场较量 不仅仅是学术成就的比拼 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的碰撞 开普顿大学 强调的是深厚的学术底蕴 和人文关怀 而约翰内斯堡大学则是 实践创新和社会贡献 不过 无论是开普顿大学的优雅老师 还是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激进少师 他们共同拥有的是 对知识的渴望 和对非洲未来的无限希望 在这场学术较量中 最终的胜者其实是非洲大陆 因为每一次诗吼 都代表着这片土地上知识的 进步和文明的进展 所以 各位 当你听到远处传来的诗吼 不要害怕 那可能只是开普顿大学 和约翰内斯堡大学 在进行一场学术的较量 而我们 作为观众 不妨为这场精彩的对决鼓掌 并期待非洲大陆 在这两所学府的引领下 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印度嘎里学府辣对决 德里大学 PK孟买大学 各位热爱咖咪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场 不同于常规的学术对决 这不是关于学术论文的引用战 也不是关于学术成就的较量 而是一场关于嘎里的辣度之战 德里大学与孟买大学的辣对决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两所学府的背景 德里大学 位于印度的政治中心 拥有著悠久的历史和学术传统 而孟买大学 则位于印度的经济首都 以开放的文化和创新精神文明 这两所大学在学术界的地位 都是举足轻重的 但今天 我们要谈的是 他们在咖喱学府界的对决 咖喱 作为印度料理中的灵魂 其辣度和风味多样性 是评判标准之一 德里大学的咖喱研究所 以研究北印度的咖喱为主 这里的咖喱 通常以香料的丰富层次和温和的辣味著称 而孟买大学的咖喱研究中心 则专注于西海岸和南印度的咖喱 这些咖喱往往辣度更高 香料更加浓烈 这场辣对决的起源 据说是在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晚宴上 两所学府的教授 在品尝咖喱时展开了一场 关于辣度的激烈讨论 从那以后 每年的咖喱学术研讨会 都会举办一场辣对决 以决定哪所学府的咖喱 更能代表真正的印度辣味 在这场对决中 德里大学的代表咖喱 通常会使用肉桂 豆蔻 丁香等香料 创造出一种温和而深邃的辣味 而孟买大学的代表咖喱 则会大量使用辣椒 胡椒和咖喱叶 打造出一种直接而猛烈的辣感 观众们 你们可以想象 这场辣对决 不仅是味蕾的挑战 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 每当对决开始 两边的支持者 都会穿上代表学校颜色的围裙 高呼各自的口号 气氛热烈到 就像是在观看一场体育赛事 最终的胜利者 会获得一个像纸杏的奖杯 一个金色的咖喱叶 但大家都知道 这场对决的真正赢家 是所有参与者和观众 因为他们有机会 品尝到印度最顶尖的咖喱 并且见证了印度料理 多样性的美妙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一碗 辣得让你眼泪汪汪的咖喱时 不妨想想 这可能是来自于 德里大学或孟买大学的 辣对决中的秘方哦 不过 记得在挑战这些辣咖喱之前 准备好足够的水和餐巾纸 因为你可能会需要 他们来应对这场辣度的考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最后 让我们回顾一下 今天的两场学府对影 比利时的鲁温大学 和根德大学 展开了一场 关于啤酒的对决 透过科学研究 和传统酿造技术 他们都营造出了一种 令人惊艳的啤酒文化 非洲的开普敦大学 和约翰内斯堡大学之间 进行了一场 关于知识和希望的对决 两者代表着 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但共同追求着 非洲大陆的发展 印度的德里大学 和孟买大学 进行了一场 关于咖喱的辣度对决 展现了印度料理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 这些对决 不仅是学术的竞争 更是文化和传统的交流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 不同地区的独特之处 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 这些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于这些学府 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喜欢比利时的 啤酒文化吗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非洲的时候呢 你们喜欢印度的咖喱吗 留下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Cheers 或者用比利时的语言说 Sontay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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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